镜头前,这位正在用藏汉双语为学生授课的老师名叫刘秀卿 今年,48岁的他,现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贡马小学的语文教师 据了解,刘秀卿是2018年才到贡马小学任教的 之前,他一直在距离同德县城105公里的秀麻乡抖后所寄宿制小学任教 刘秀卿回忆说,从西九公路到当时的学校,大约有22公里的沙石路 那里的夏天是暴风加冰雹,冬季是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 两年前,该学校才拉通电源 2018年9月,刘老师因为长期缺氧导致高原慢性病发作 才被迫离开,调到现在的贡马小学任教 当时去的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呢,好远嘛,远了,没人去那个学校 去到河直基,我想着就从那也没有,没想过调走 放假了,回不了家,因为没有车,交通不方便 海拔也高四千多 刘秀卿告诉记者,1994年,他刚去藏乡任教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沟通问题 因为他是蒙古族,不会说藏语 为了能和孩子们沟通,他狠下功夫 向学生,牧民,学校老师学习藏语 两年后,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 学生们也越来越喜爱他 那些孩子毕竟是离开家的,我经常照顾他们 有时候上课,还有吃各个方面给他们照顾 慢慢慢慢慢慢改课了,又叫老师了 老师叫一叫,慢慢就叫到妈妈了 今年28岁的万马隔本是刘秀卿曾经的学生 如今在县交警队工作 他说,当初要不是刘老师的悉心教诲和悉心照料 他们这些藏乡牧区的孩子根本走不出草原 刘秀卿的丈夫李基业告诉记者 刘秀卿任教26年里,除了母亲病重的时候 请过十多天的试驾,其他时间全部在岗 从没有缺勤请假过 刘秀卿表示,他很愧对自己的儿女 因为他把所有的爱和陪伴都给了葬香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特别爱我,我也爱他们 他们天真还是一个诚实 时时刻刻在跟我们一起 所以这件感情比我两个孩子还要深 26个寒来暑往 刘秀卿收获了岁月,收获了沧桑 更收获了藏乡牧民与学生无限的尊敬和爱戴 刘秀卿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之前 尽最大努力继续为葬香的孩子们传到授业解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学生